你家需要清洁工吗 每年逾越节前是犹太人大扫除的日子 为了要清除家中各个角落的面包屑 过个没有面孝的除校节 对正统犹太教徒来说 清除面孝是件非常严肃敬虔的事 平时接触过面孝的厨具和餐具 需要经过会堂的洁净之礼 才可以在这八天期间使用 所以这也是各个卖场超商 餐具大特卖的季节 在这个超商的愉悦节专区 贩卖着各种愉悦节时洁净可吃的食品 无效饼和无效饼粉 这位犹太妈妈向我们介绍 她厨房这一柜子愉悦节专用的厨具 和已经清洁整理好的愉悦节食品柜 在愉悦节前晚超市打烊之后 员工们会把整个烘培区用布巾或胶纸围起来 不再贩卖这些商品 其他与面孝发焚有关的一切食物 包括干货和冷冻食品 也都要包起来停止贩售 在愉悦节期间走一趟以色列超市 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面孝充满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隔天早上赶在愉悦节晚餐前的最后几个小时 犹太教徒们会带着家里剩余的面粉类食品到会堂门口去烧 这个仪式叫做焚笑 透过孩子们的参与 月节必须除校一个礼拜的诫命 被一代代的持守和传承下去